好 一个五岁的小朋友 如果到便利超商买游戏点数 既然可以买到两万块 你觉得夸不夸张呢 这个超商店员说 他曾经问过这个小朋友说 爸妈知不知道 那么这个五岁的小朋友说 知道 那么店员就认为可以放行 而民众觉得啊 这个额绍保护有很大的漏洞 政府应该要正式管理 很多民众都觉得 这样子实在太离谱了 并且向政府反映 昨天收到了回函了 表示点数卡不属于游戏软体 发行或者是贩售 并没有分级管理办法 超商业者表示 其实像这样子 小朋友购买点数情况 非常的常见 业者其实也很难判断 到底哪些能够卖 哪些不行 相关单位应该有 更全方位的规范